今天我准备做sushi 我买了三种刺身 有三文鱼 Shima Aji 还有这个就是甜虾 不过甜虾好像看上去有点小 我昨天吃了日本超市 买了这包特别大的海苔 里面好像有50多张 我准备先把它剪成小方块 然后放在保鲜盒里面 就吃了 好 这是锅盒 本费的 就是锅盒 酒 破浴缸 白汁 加入白汁 起码 勻好 翁 这部的海苔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现在是十点半 我准备看看电视 然后把我这幅画做完了 三个小时 这个是我这里摆定的2个牛奇 我也就是偶尔会定些这个 因为其实我自己比较喜欢研究食品 就像冰淇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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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 我觉得刚才吃的 因为没有拌的 很均匀 没有拿到sour cream 所以感觉味道有点淡 现在终于吃出柠檬的味道了 我觉得这个快煮餐 除了省时间 不用去超市买材料 一个好处就是 它的食谱 因为我觉得这个食谱很容易做 以后就可以继续做这道菜 我们刚才原本的计划 就是去买杯奶茶 应该最多也就15分之20分钟 但是后来我们就经过了 花人超市 然后就进去了 然后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回来 所以现在稍微的削一下毒 上一次喝舒逸的 好像是去年 不对 前年 前年去成都的时候 正好在漂美食街上经过的 然后就买了一杯 所以当时觉得就是一般 然后现在发现还是一般 就好像味道没有那么浓 比如说呢 然后珍珠也就是一般 我是喜欢比较偏甜一点的珍珠 刚才我切完土豆以后撒了很多盐 让它腌制了10分钟 这样子可以沥去水分 继继的 嗯 今天的快主餐是 猪肉汉堡 pesto口味的 我觉得还不错 这道菜比昨天的食谱 我觉得更简单一点 因为材料只有土豆 然后汉堡 别的东西只要 稍微的热一下就好了 所以还是挺简单的 竹筝 核桃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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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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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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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